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张宇明 今天是2020年7月7号 台股今天算是比较戏剧性的 今天高点的时候涨了133点 但最后开高走低 中涨是跌了23点 今天的高点离历史的最高点 就差432点 台股历史的最高点是12681 今天算是30年的高点 我们看电脑画面 来请看 今天的高点12249 离12681只有差432 已经算是非常接近历史高点 今天成交量有2700多亿 算是一个报比较大的量的情形 当然这个地方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张宇明从来没有跟你说 这个盘很简单很好的操作 没有 如果你这样想 万一套到高点 那你可能30年没办法解套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那要怎么操作 你要记得一个基本的口诀 多头轮涨 空头轮跌 轮涨则升 都这边 起涨则死 所以如果有一天 20大肋股全面大涨喷出 那就完蛋了 行情即将要结束了 那如果只是维持一个不断的轮动 今天涨这个 明天涨这个 那就不会死 不断轮动的过程 即使大盘并不会有太大的破洞 大盘就盘在这里 盘在这里就好了 大盘不需要大涨 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 你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很多投资品 有股票市场做不赢 赵云敏今天教你一个 怎么样才能在股市里面成为赢家的方法 我们请看图板 好 你要记得 你要先看懂 再操作 不要操作了 再要求来看懂 那很多投资人是为什么输得很惨 因为他是最后做输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也看不懂 所以股票市场的输家特别多 就是因为三特别多 你做输他不知道怎么输的 当然你要成为赢家 你要记得先看懂 再操作 不要先操作了 股票买了再来后悔 买这股票落势的格局 这股票不对了 那最后你当然会成为输家 先看懂再操作 买到之后很简单 稳糙胜券 你赢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不是买了以后开始放不下心了 开始晚上睡不着了 那你这样永远都没办法成为赢家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来说 今天简单的新闻 我们看国区第一季的获利 每股获利上看13元 那第二季可能也有7到 7.2到7.5 其实这个新闻算是不错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请问国区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是涨不动 那到底这样是好还不好 好不好是用比较的 对啊 他现在赚了 我们看今天第一季赚13块 那请问他去年第一季赚多少 你知道吗 那如果没有比过去好 他呈现是一个衰退 那请问股价怎么涨 所以你要记得一个基本的原则 做股票不是看计算机的 拿计算机起来 计算机呢 计算机呢 研究人在发呆 我的计算机呢 所以做股票不是拿计算机起来按 这益比多少 这本益比多少 投资宏 如果你是用计算机做股票的 那我跟你讲 你绝对是输家 你不可能成为赢家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拿过来不要发呆 你现在就在发呆状态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 跟他一样你就完蛋了 赵一鸣讲到计算机 一出门就跟他讲到带计算机 然后他在发呆 然后在想女朋友 我讲到计算机 他没想到计算机没拿 我今天拿过来 他还是在发呆 他还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做股票就跟他一样 那你就完蛋了 你绝对做不赢了 做股票不是计算机拿出来 EPS本益比几倍算一算 然后你股票算出价格了 不要弄了 不可能 当你把计算机拿出来 就代表你就是输家 为什么 因为股票没办法用数学算 股票是买它的未来 所有EPS都是过去的资料 过去资料怎么推算未来的股价 不可能 明朝的剑上方宝剑 没办法砍清朝的官 崇祯皇帝赐给一把上方宝剑 明朝崇祯皇帝 到了清朝敖拜 有了拿一把上方宝剑 对不对 我要去砍敖拜 上方宝剑到 敖拜说这什么宝剑 哪一个皇帝赐的 明朝崇祯的 明朝崇祯皇帝赐的上方宝剑 能够砍清朝的敖拜吗 不可能嘛 过去的资料能够推算未来的股价吗 不可能嘛 股票是买未来又不是买过去 所以你只要计算机拿起来 你看在那边算股价 你就是输家 你绝对坐不远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看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 它第一季上看13 第二季7.5 2到7.5 那问题我刚刚讲了 请问它是成长还是衰退 你搞懂了吗 这也不会算很大的利空 对不是说什么 但问题为什么它涨不动 它感觉上好像是个不错利多 可是它为什么涨不动 从这边来 原来压力太沉重了 1 2 3 4 5 所以资料你们不用去看 大家也知道这股票有问题了 第三线这么短动能不足 动能就是车子油 车子的油 你现在台北要到高雄 请问车子要不要加油 那你车子没有 你怎么跑到高雄 你跑到桃园就没有了 就用脱掉车来掉了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是不是一看就懂了 哦 动能不足 上档压力沉重 这股票站不动 我不用去看财报了 赵云铭上电视20年了 你什么时候跟你讲说 这财报很好 股票看好 没有 但是你们发现比我准的不多 可能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那东西是过去的嘛 股票是买未来 你一直看过去干嘛 那个是没有用的 华兴科呢 这都被动元件了 国际市龙头 这也是第二名 市占了 这个营收算第二高的 那你告诉我 这格局对吗 第三线就不对了嘛 动能不足嘛 那请问上面有三个反压 有啊 那股票怎么会涨呢 你买这种股票很简单 你就是要赔钱了 套在那里动弹不得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赞民有没有告诉你 在6月就跟你讲 6月8号就讲有没有 被动元件不要去买 PCBD这都是弱势 你不要去碰它 有没有道理 所以很多人看了报纸 营收很好哦 标识又一个新高哦 对不对 溢价480哦 对不对 现在才300多块 我这个还有30%的上涨空间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在5月下旬 你看5月20号买的 对不对 看到这个新闻的 那你买进去国区之后 这么多新闻 请问国区有没有涨 没有啊 所以表示你看新闻没有用 你看过去财报没有用 你看ECB的溢价没有用 你看他都赚不到钱了 那现在就不要看了 懂意思吗 那主力刻意发布给你了 要到货给你用了 观念决定行为 因为你觉得看报纸有用嘛 你觉得计算机有用嘛 当然你最后就成为输家嘛 因为你有这样的观念 你最后就用这样的行为 计算机拿起来算股票嘛 看报纸想要做股票嘛 那最后你的命运当然是悲惨的 懂意思吗 好 你在股市的一切损失 就是因为你在不应该买的位置 买了不应该买的股票 没有一个人喜欢买 不应该买的位置 问题是你要如何判断 这个地方不能买 你看看报纸吗 不是啊 你看报纸去买的 知道你为什么看了报纸 我不会去买 因为我去那地方压力太沉重 我看到股神系统压力太沉重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我看到三线架构不对 动能不足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所以股票市场的输家跟赢家 就这样产生 他们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啊 为什么一个赢一个输 看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样 散户看报纸 看利多就要追股票 对不对 看EPS计算机拿起来算 赵云平从来不做这些事 所以我不会去做这些错误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很多散户做不赢 不应该买的位置买的 不应该买的股票 为什么他们会去买 看报纸啊 看利多啊 对不对 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嘛 就看这些报纸去买 最后他当然成为输家嘛 股票市场赢家 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是经过长时间的验证 股票市场多空 今天涨明年跌 多空不断的印证 印证完都是正确的 那才可以用 不是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啊 你依据KD依据RSI 你当然是散户啊 依据报纸做股票 你当然是散户啊 你怎么会做得赢呢好 那我们说每一档股票架构都不一样 我现在讲重点了 注意听哦 架构你要看得懂 架构你看不懂 你股票绝对做不赢 那什么叫架构 多空墙的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敌人就是卖出讯号 朋友就是买进讯号 对不对 那你碰到 这个六个东西看得懂之后 你就知道怎么来判断股票了 简单就这样嘛 你要做多 买多头的股票 买强势的股票 买支撑强的股票 买很多好朋友的股票 好朋友来帮助你啊 你不要去买空头的弱势的 压力很沉重的 敌人很多人 你怎么会做得赢呢 来举例 请问这个对不对 对啊 趋势翻扬 充满一定 动能充沛啊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买这种股票啊 请问那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光学吗 对啊 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华为导入联发科晶片 今天的消息7月7号 当然这个讯息会对联发科大义力多 来 哎呦 联发科今天拉一个长红棒 很漂亮 问题是他翻多 天啊 从5月初就翻多到现在了 现在到7月初了 那如果你在5月初看得懂 也恭喜你啊 你真的可以赚很多钱 今天涨一波上来 再发力多你敢买吗 你看 已经涨到这里你敢买吗 对啊 今天发力多啊 是没错啊 华为开始导入联发科晶片 对他是一个力多 华为本身有自己的麒麟晶片 麒麟980 麒麟990 他自己就有研发晶片了 那如果现在要开始用华为晶片 那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晶片啊 要请台积电代工 被美国限制了 美国不准台积电帮华为代工 这时候他就被迫要用联发科晶片 这时候当然对联发科是力多 没有错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当这个力多 哇 股票从370涨到600 今天高点都632了 对不对 都涨快一倍了 那请问你敢买吗 你买了你也是有压力啊 为什么 涨一倍了你再追 你也是有压力啊 那如果你在这里买会不会有压力 应该不会 很轻松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这里你怎么看得懂 投资朋友看不懂 那你怎么会买 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 一波上来了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里你敢不敢买 这670了对不对 如果在这里你敢不敢买 才400多耶 请问这是不是刚整理完翻多 第一个跳空而已 三星翻多很漂亮耶 这张图是5月18号我的解盘影片 当时我清清楚楚明明白跟你讲 联发科翻多了 今天是5月18吗 今天7月7号了 你看多久了 快两个月了 对不对 是5月18讲的 走这边 这个格局有没有很漂亮 有啊 三千万多啦 这两个谷歌是不是叫联发科 这是我的解盘影片 来在这里 5月18号张爱明的解盘影片 有没有 是不是讲联发科 这张图就这张啊 一模一样了 就跟你讲联发科翻多了 把这张图放大而已 懂意思吗 就这张图嘛 是不是很漂亮 当时多少钱 400是 走这边 今天680了 所以你想想看股票怎么赢 再回到今天的图 回到今天的图 今天高点627 高点是632 在这里的 那如果有人这400多在这里 刚翻多就跟你讲 是不是在这里 刚翻多嘛 一个跳空嘛 是不是在这里 就这里啊 没错嘛 是不是跟你讲 那如果再次跟你讲 三线翻多很漂亮 你买得很安心啊 你晚上睡得着啊 经过两个月之后 哎哟不小心股价赚了五成了 什么叫做赢家 这就是赢家 什么叫选股 这就是选股 讲在前头不是后马后炮了 看到报纸出来才做股票 才要追股票 那你就是散户啊 你怎么可能在股票上赢大钱 不小心你就赔大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道理 到这边有 有了哦 五月是不是就有接盘了 好来郭光生 票票你自己看 很漂亮 对于是涨一波上来的 多头格局股票 所以赵里面跟你讲 强势的族群 六月初就讲了哦 光学 郁金光嘛 生计一大堆了哦 这个高端力 这个亚洛法 国光生一大堆了哦 5G金配那就联发科啊 所以赵里面是不是跟你讲这股票 哪一档没有大涨 全部都大涨 请问对不对 一个月前就讲了 再看一次6月8号讲 今天7月7号了 有没有 好 这些股票都符合什么格局 叫三线翻多 三线翻多就是钱越来越多 让你的财富越来越多 一档股票完成三线翻多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完成有时候要拖很久 真正漂亮股票翻多就可以买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买它三线转空的股票 就是口袋空空啊 所以不要去买三线转空的股票 懂吗 空投的 弱势的 压力很沉重的 敌人多的 举例一下来 敌人出现了没 出现了 三线有没有破两线了 这十几天前就出现了 这边涨十倍了 你在这里买你要赚什么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开始赔钱了 这种股票就不能买了 赵人转空当天就这样 这两个股票如果没有讲随便你 这一天如果没有讲随便你 好不好 旺宏对不对 不对啊 第三线就动能不足了 看到吗 三线架构是掰咖了 一个角是没有油了 动能就是油嘛 对不对 没有油它怎么会涨呢 压力出现了 这种股票你怎么买呢 你怎么买就怎么赔 有没有 这个一样啊 来你告诉我 第二线在零走第三线快要跌破了 看到吗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就要小心了 你要赚钱机会可能就不大 至少到今天开始 今天7月7号 架构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所以每一档股票架构都不一样 什么是架构 多空强落的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你看得懂你就会赢 你就会做 看不懂你就买错股票 开始赔钱 赔钱很难过 心情压力很沉重 橘香店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两个卖出讯号了 三线架构不对 你看股价在高档 三线这么弱 第三线都跌破了 这格局就不对 你就不能买了 同心店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第三线不对 看懂吗 第三线在零走跌破 没有油 动能嘛 第三线就是动能 动能没有就是没有油 车子没有怎么跑 晶电也是一样 很多人去买晶电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卖出讯号 来告诉我 有没有油 这台车没有加油 如果你是一个赛车手 每个人要选一台车去比赛 你挑一台没有油的车吗 你上去锤油 站不上了 油门 锤得真棒 油也不够 不会跑 那你怎么成为 比赛的冠军 你的车子不会跑 没有油了懂意思吗 这是没有油了 那你会发现我刚刚跟你讲 这股票都是没有油 每档都是没有油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都是没有油了 所以这种股票都不能碰 来上瘾 来请问他有没有油 也是没有了 所以这种股票 赵一鸣都不会买 我不会碰这种股票 但是你一定会买 你不小心就买到了 买到开始盘整 甚至赔钱 那时间过去 你就得到悔恨 得到遗憾 得到难过 雅德克可不可以 一样第三线太短 上档两个压力没有克服 这种股票都不会买 可乘也是一样 请问你有没有油 还是一样没有油 压力好几个 没有油 我赢四个卖出去 没有油 第三线动能不足 这种股票我都不会碰 但是很多人都会买 那你买发现股票不会涨 你会气死 你就开始难过了 开始痛苦了 来 瑞宜可不可以 第二线跌破第三线在临走 这快要跌破了 今天在临走快要跌破 这很危险 好 见顶一样 第二线第三线都在临走 这都压力很沉重 一下来就破线就开始整理 这一段都OK 到今天不行 今天是7月7号 好 创意 漂亮 那如果你买在这里 这一天是6月23 6月23 如果你买在这里 他这边 当时220 拉到这里 哇 天哪 都300以上了 220到300以上 那不就赚钱了吗 对不对 来 怎么买 礼拜五 成交值排行榜 创意 涨停版 有量有价的股票 哎呦 很漂亮 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又涨停版 男主角 创意嘛 成交值排行榜 第一月只有一档涨停 叫创意 就连续两天涨停版 来 有没有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 这一天 6月23你看得懂 涨停涨停 哇 天哪 水啊 对不对 220到这一天 已经300块以上了 就赚8万了 会不会很开心 怎么不开心 那开心死了 对不对 很简单嘛 来 张爱铭有没有讲 你自己看YouTube影片 6月23看我没跟你讲创意 如果没有讲 如果没有讲 你以后都不要看我节目 张爱铭就吹牛了 王八蛋 对不对 每天吹牛骗观众 那有什么好看的 那如果张爱铭 确实在6月23有跟你讲 以后的解盘影片 请你注意 有没有跟你讲 藏宏棒突破 有没有 有啊 6月23的影片 我们讲在前头 不是事后马后炮 事后马后炮 每个都当老师 马后炮谁不会啊 摄影师也不用当摄影师 就来当老师 用骗的嘛 马后炮嘛 那有什么好看的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生命 有没有道理 来 什么是选古技巧 这就是选古技巧 懂意思吗 日线万多周星空 就配合这个原理 懂意思吗 配合这个原理 看得懂你就是要怎么做了 好不好 瑞宇 你看涨到346了 那如果有人在这里跟你讲 低胆买 哇那都成功了 是不是这里 346 200 快100块啦 不是吗 这里看得懂 后面那一段就是你的啊 这一段就是你的啊 这样就快100了 100一张就是10万 真功夫啦 不吹牛的 有没有 第一手四头吹牛 高手奖在前头 原钢 哇天啊涨翻天了 那如果有人在低档跟你讲 哎哟 今天7月11 7月7号 6月11就跟你讲 这是不是叫原钢 对嘛 高端率有没有大涨 涨一倍嘛 郁金光 光阳科都涨很多 多到爆 中天 20几块涨到100多块 张爱民早就讲了 这在哪里 在张爱民的 软体会员传程稿都有写 这些股票都有写 雅光 今天涨停板了 看一下 漂漂亮 压力压力压力 四个压力怎么突破 长红棒突破 突破完有没有三线翻多 有 很多人说张老师 股票标股在哪里 这就是啊 不然呢 这不是刚翻多吗 这是翻多很多了吗 只是你能不能看得懂 看得懂 每天都有标股 常常都有标股 看不懂对不起啦 标股给你看你也不敢买 你也是压在那里 精彩 漂亮喔 三线多完整啊 有没有 原相你看这是 盘整完刚要翻多而已 都很漂亮啦 李嘉诚说 华人首富 成功就是更对人 迷路就是问错 我希望每个都能够成功 过去要涨的股票 我六月份就跟你讲 生技光学5G 现在七月份要涨什么 到这边喔 四个族群 要的 来在这里 这四个族群 要的建立扫描 QR Code 用搜寻也可以 小老鼠A25006999 或是拿手机扫描 用LINE扫描QR Code 扫描完之后 你就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留下姓名电话 我们就会把 七月份最强的 四个族群告诉你 好不好 留下姓名电话 告诉我你是运通的粉丝 就这样就可以 我们进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正高飞 宇宙遨翔 万物归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获礼是我们的使命 大宇国际投顾 带您遨翔股市轻松致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您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股市赢家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没有依据不可能成为赢家 依据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来看 请看 这股票叫光阳科 这一天25块 刚刚突破压力123 是不是刚突破 突破有没有3000万多 有 对不对 那你看周末的时候 从25块已经到30.6 看到吗 更长的突破 有没有 这还一点点 有没有 到了这一天礼拜五 好强 变30块了 有没有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后面呢 涨停涨停涨停 连三根涨停满 这一天又涨停 看到没有 很多说股票钱到底要怎么做 怎么赚 就这样赚 正确方法 选对股票 你买错股票怎么可能赚钱 就是赔钱而已 好 那我们看光阳科 漂亮 很漂亮 现行非常完整 有没有 我们到这一天7月2号已经赚51%了 还没赚完 好 什么是选股技巧 这就是选股技巧嘛 不是事后马后炮的 来 7月3号在路进场 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买完 涨上来 10点多买的 43.5 收盘46 43.6 收盘46.6 3块钱 好 今天昨天礼拜一又涨停板 好 爽 两天又涨停板 好有没有 哦 是有 对不对 不多啦 我们这样股票赚80.4% 普通会员超错的 看完每个都 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能 你不要也就可以乱讲 乱讲客户检举停牌 赵一铭没有做到不能乱讲 你不要开玩笑 来 有没有 80.4% 来 澄清宣言任何一天 任何一天是过去现在未来都算 叫任何一天 只要一天照假 全能退费 赵一铭20年来说多少会员了 开玩笑 全能退费工就倒闭了 我绝对不会拿假机架上电视 不可能 假机架就倒了 工就倒了 好 反正要怎么突破 用这个原理 懂吗 用这个原理 就这两个原理 你要看懂才会做 什么是选股技巧 这就是选股技巧 来后面呢 亚洛法 这种股票赚他个五成合不合理 很合理 张一铭赚52%而已 没有很多啦 我觉得没有很了不起 高端力 这种股票涨一倍 我们赚他个99%合不合理 合理 这普通会员超错的 你看我以前影片 看前期看有没有讲高端力 没有随便你 真真实实的 假机架会演全额退费 缴100万就退100万 不能看玩笑 看玩笑公司倒闭 对不对 好 成功就是跟对的 迷路就是问错的 你想要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赚 还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赔 你自己决定 六月份最强的股票 生计光学五级完全命中 七月份最强的股票四大族群 怎么送给你 拿你手机 你可以扫描二维码 或是用LINE搜寻也可以 A小老鼠25006999 或扫描二维码 这二维码扫描 扫描完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并且留下信门电话 我们就会把最强的七月份 最强的四个族群 哪四个告诉你 免费告诉你 好不好 记得跟服务员联系就可以 先拿起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 我们进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